合理将物资一向上搬下来 受到开密台风影响 在中南部降下强劲雨势 造成多储机淹水 山区更是有大小不一的土石崩落阻碍道路 台中和平区新嘉阳部落也一度成为孤岛 后续物资也透过人员和机具相互协力传送达新嘉阳 另外台八线96K处碧绿溪明隧道路段 以单线抢通 可提供大骊山地区的农产货运输入 我们在下午两点多抢通的道路 三点恢复通行 预计到六点之间可以供大骊山的水蜜桃货运的出路 那后续会再做夜间预期性封闭的管制 继续往下走来到同样灾情惨重的南投信义乡的东浦村 农田的菜园都泡在土石堆里 房子一楼也被土石灌满 居民只能排队等待通行 我现在等那个路通啊 因为下目前路路现在在开花中 我现在刚好又下来又是要去农地工作 所以你们田有怎么样吗 我田目前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有倒塌 部分道路草疫情室的封闭 甚至刚刚报告有几个还有孤岛现象 那这个请根据昨天指挥官特别关注的 我们公路总局跟地方政府继续来协同了解 然后资源 水位尚未完全退去 重机具也还在开挖土石 正常在应变中心27号召开第13次工作会议 针对人有孤岛现象的地区加强救援 也提醒台湾持续受低压带影响 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 请各部会仍要提高警局落实各项应变作为 有时新闻给我们许家荣台北台中南投综合报道